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代论坛 声音专栏 每周精选 2012年1月15日 专栏心间手记 李锦洪赞稿 题目是 《冷静的观选》 自从2000年开始 我就带着旁观者的冷静 爱民主的热枕 联群结队地去台湾看总统选举 每次都等同上了堂先活的政治课 不单在澎湃的助选热潮 更在尋常的简单接触 感受到老百姓的心肠 还记得过去曾经 杀有歧视地组织了行程 拜托旷野雜誌的 蘇南州 遇到了几位有色之士 和我们 没有代表性 但就能够独立思考的散兵团 坐在飘曼人民气氛的 紫藤炉品茶论静 台湾人浩克善言 自己亦都比足功课 总能够相互受益 从境外看台湾选举 别有一番风景 或者因为没有那份切肤之痛的情意 越能够将过程看得比结果重要 台湾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选举 政党轮替十多年的蜕变 民众的意识大体上是进步和向前的 但越靠禁权力忠心 越受到那股万有人力所牵制 面目反而变得模糊 就以今年的选举文化来评价 双英对决 本来以为可以一场君子和淑女之争 不用再糾纏于政治的污泥中宿角 但彼此的实力太接近了 在每票必争的情况之下 唯有在选举机器的引动下 按着剧本进行 马英九和蔡英文 仿佛都变了另一个人 莫非这只是民主选举的吊诡性? 反而台湾老百姓会是越走越清明 摆脱了过去在选举狂飙中的自我沉溺 还记得2000年那趟 朋友寄予不要与的士司机轮静 否则在飞绿职男的对决中并出了怒火 今次回到台北 最热的话题已经是台湾如何走出经济吾景气 闹社交通便秘何日唱通 在铺天盖地的选战当中 有多少传媒制造的大战氛围 民间社会都仍在如常生活 这只是民主风范的表现 特别是当台独问题不再成为生死对决的议题 两岸关系都松绑了 虽然仍然有九二共识的定义之真 不过也都在不是聚焦所在 北京方面也都显得聪明和乞制 不再愚蠢的方法去刺激台湾的选情 旁观者总是爱指手或句批评人家的选战 但就先有深入体验别人在民主路上的挣扎和心路 2012年的台湾 比起十二年前 鸭扁以台湾本土独立意识 硬坎连战和宋彩虞 收其愚人之利的社会抵运已经大大不同了 我更加细味到 新一代台湾意识已经逐渐成型 摆脱了过去的悲情主义和受迫害意识 尋求一种真正的自主和社会认同 民主选举是快乐、文明、礼貌的结晶 不用哭破喉咙 血脉粉将他拼过死活 记得台湾电影《采德克巴萊》里面 来自山地的牧师演员林庆台曾经说过 刚入学时我非常封闭 活在自己的世界 但在神学院慢慢被训练 我发现我可以讲话也可以发声 还未进入神学院之前 我以为只有泰雅族 但在神学院见到暴龙族 亚美族等等 发现原来同胞有很多族群 那个畏惧、自卑的我 因为看到不同族族的人 各个开朗活潑 经过慢慢调色 我开始知道原来我和其他人是平等的 民主的种子必须散落在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的土壤上面 自然能够栽种出美善的成果 只怕有人利用作为手段 不断扭曲达至权力傲慢的目的 台湾的民主进程 虽然有跌托 毕竟仍是中国人社会的善区 针研第十一章第三节 正值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癖必毁灭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来 竟も掌扣出来 员 针研地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